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中市议会目前正在审查市府明年的总预算 官旅局国外旅费编列170万元 但市议员认为疫情还没解除最后被删除80万元 此外受到疫情影响还有中台湾灯会明年编列2800万元 但少了民间赞助只能设一个主灯区 中台湾灯会每年都能吸引大批观光人潮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停办而随着疫情降温 台中市府官旅局明年编列2800万元预算 主灯区就在文新森林公园 那基本上文新森林公园我们一定会做好出入口的一个管制 那另外因为它又有捡运绿线的一个优势 那只是说我们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去 明年中台湾灯会2800万元比过去增加500万元预算 但议员质疑小提灯18万盏并没有增加 但为何只有一个主灯区 过去管理局还会规划多个副灯区 对此管理局回应 受到疫情冲击 民间企业及公庙收入也比过去减少 因此明年就不再赞助中台湾灯会 受限经费预算只能设置一个主灯区 再加上疫情因素 过去港澳日本也会到中台湾灯会展出 今年也全部都取消 此外受到疫情影响的还有国外旅费预算 去年90万全部推减 那今年你还编了这一个还要增加 增加80万 还要增加80万 大陆的 局长 大陆里没有 因为我请你维持90万 我们都可以利用线上 来做很多的一个旅展 一个参访 通过网路来做一个交流 我想你其实可以建议说 你多加强在这个部分 疫情它的确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变化 但是我们其实也跟很多产业界有讨论 希望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是不是可以就近有相对应的一些交流 比如说在国际路径的这个旅客的部分 万一有付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作一些因应 所以是不是建议这边可以来保留相关的预算 管理局强调推展观光需要相关经费 但交通地震委员会多位议员讨论后 召集人杨振中才是 删除80万 国外旅费维持跟去年相同 90万元预算